邪魂狮登场后 你知道众人适合反应吗 正当众人错愕之际 霍宇浩直接上脸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邪魂狮在斗罗大陆上 是十分恐怖和神秘的存在 他们不仅神出鬼没 经常看不到踪迹 而且每次出现的时候 都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为了铲除邪魂狮 在玄老的代影下 史莱克七怪和预备队员 他们开始执行监察任务 史莱克学院的监察任务 即便对于马小桃这种实力的魂狮 也是相当的危险 在听说要对付邪魂狮的时候 马小桃当时表情也变得紧张了起来 果不其然 当他们遇到邪魂狮 史莱克七怪 也是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 姚浩轩被炸死了 面对邪魂狮 下场最坦的一个角色 就是姚浩轩了 他作为史莱克七怪的一员 本来拥有光明的未来 能够在魂狮斗魂大赛上大放异彩 可是在对付邪魂狮的战斗中 邪魂狮控制12名师奴 对史莱克七怪和预备队员 发起了攻击 邪魂狮虽然战力并不强 但是师奴在死亡时刻产生的爆炸 却具有极大的威力 姚浩轩由于距离爆炸太近 所以根本来不及躲避 就被炸死 见到姚浩轩被炸死 玄老来不及出手 造成了终生的遗憾 霍宇浩在见到邪魂狮的时候 他的内心愤怒 因为自己学院的同学姚浩轩被害 所以霍宇浩内心充满了仇恨 而邪魂狮身上 那种死尸的气息 却也唤醒了霍宇浩体内的伊莱克斯 伊莱克斯自称是死灵法师 如果他想要的话 早已经可以成为死神 40万年修为的兵地 在最初见到伊莱克斯的时候 就发现伊莱克斯身上蕴藏的力量 已经远超自己的境界 这次霍宇浩见到邪魂狮 竟然唤醒了体内伊莱克斯的力量 此时霍宇浩脸上的图纹也变了 看到霍宇浩的模样 网友戏称霍宇浩 这是学会了隔壁动漫硝烟的 天街斗鸡鬼上身 大家认为 面对邪魂狮 谁的表现和反应是最棒的吗